天津一位29岁的闲散少妇 只因为在网上购买了一条鸟骨吊坠 就被警方破门抓捕 缉拿归案 最终被法院判了10年 而且还罚了46万块 女人得知消息之后冷漠一笑 说了一句活着好难 随后坦然进入大牢 网购的这条鸟骨吊坠 到底有啥奇特之处 为何会被搞得警方如此大动耽搁 一个爱美的少妇 又是因为什么被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呢 事发当天 这位天津少妇在家闲得无聊 于是就漫无目的地打开了网店购物车 想着轻一波购物车里边的库存 在无意之间 少妇刷到了一条鲜艳亮丽的鸟骨吊坠 感觉吊坠的气质很符合自己 看吊坠的售价还不到5000块钱 这对于少妇来说小菜一碟 于是就果断下单 从网上买了那个鸟骨吊坠 吊坠精美的雕刻 无与伦比的花纹 在女人的脑海里久久未能遗忘 在等待项链游记的这段时间 女人天天日思夜想 总想着带着自己的项链 上街上闺蜜们瞧瞧 但女人的美梦还未实现 或是就登门了 在少妇网购项链的第三天里 大批警方破门而入 闯进了少妇家中 将少妇给控制了起来 少妇被控制之后 女人当时还一脸的疑惑 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在配合警方审讯的过程中 少妇才知道 原来警察抓捕自己 就是因为自己网购的鸟骨项链 据警方通告 少妇买的项链 是用窥犀鸟的头骨做的 29岁天津少妇只是嫌得无聊 在网上网购了一条 4600块钱的鸟骨吊坠 就被警方破门抓捕 最终被判入狱10年 还被追加罚款46万 这个罚款的数额 足足是鸟骨吊坠的100倍 少妇在警察局 渐渐搞清楚了事情的严重性 得知自己网购的项链 为窥犀鸟头骨做的 而窥犀鸟 则是我国的二级保护动物 在警察的教育下 少妇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打算将鸟骨项链退了 本以为自己会被罚个几万块钱 顶多在拘留几天起 到警示惩戒作用也就得了 但是没想到 等到自己的竟然是10年的牢狱之灾 而且还附加了100倍的巨额罚款 也就是46万块 这样的罚款让少妇瞬间无语 待在原地实话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按少妇的理解 不知者无罪 自己在购买的时候 不知道鸟骨项链是窥犀鸟的头骨 不知道会引来如此巨大的灾祸 好在自己购买项链 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所以自己根本不会犯这么大罪过 这件事情在网上疯狂流传 有网友说了 不过就是购买了项链 退了不就得了 怎么能随随便便被判刑10年 还被罚了46万 这46万块罚款 最后也不知道到了谁的手里 还有的网友说 以后网上买东西都不赶了 这动不动就被打入打牢 现在动物比人都珍贵 连只鸟都有人保护 百姓却如草芥 无人问津 29岁美燕少妇 只因网购了一条 4600块的鸟骨项链 就被法院判了整整10年 还被追罚了46万块巨款 网友们知道后 纷纷为女人打抱不平 很多人还在网上喊话法官 要法官给个说法 随着舆论发酵越来越激烈 法官这才出面解释 少妇购买的项链 是窥犀鸟头骨雕刻而成的 窥犀鸟是我国二级保护动物 极其珍贵 捕杀一只窥犀鸟 就等于捕杀了窥犀鸟一家子 窥犀鸟的发情和繁衍期间较长 一年中有很长时间 都处在发情的季节 在这个阶段 雌性窥犀鸟就会被雄性窥犀鸟 封堵在一个秘密的空间 只留下一个投喂食物和换气的小养就行 雌性窥犀鸟在里边繁衍宝宝 等到什么时候宝宝成熟了长大了 雄性窥犀鸟才会将雌性窥犀鸟和自己的宝宝放出来 正因为如此 被人类捕杀的窥犀鸟一般都是雄性 而雌性窥犀鸟和宝宝多数情况都在密闭的巢穴里边 但雄性窥犀鸟被捕杀的话 雌性窥犀鸟和宝宝没办法获取食物 也无法从巢穴中出来 只能被活活饿死 因此 每捕杀一只窥犀鸟 就等于捕杀了至少三只窥犀鸟 加上近年来窥犀鸟的数量急剧下降 所以国家才将窥犀鸟列为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所以 少妇的所作所为 才会被处以如此严重的惩罚 大家对于这位倒霉的天津少妇的遭遇有何看法呢